却说玄德问孔明求聚曹兵之计 孔明曰 心野小县 不可久居 新闻刘靖生并在危堵 可乘策机会 取比荆州为安身之地 恕可聚曹操也 玄德曰 功言甚善 但备受景生之恩 安忍徒之 孔明曰 今若不取 后悔何急 玄德曰 无宁死不忍做复义之事 孔明曰 且在做商议 却说夏侯敦败回续昌 自负见曹操 扶帝请死 曹是之 敦曰 敦遭诸葛亮诡计 用火攻破我军 曹曰 如自幼用兵 岂不知狭处虚防火攻 敦曰 离点 于尽曾言及此 悔之不及 曹乃上二人 敦曰 刘备如此猖獗 真负心之幻也 不可不及处 曹曰 无所虑者 刘备 孙权尔 于皆不足借义 今当成此时扫平江南 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 令曹仁 曹洪为敌队 张良 张河为第二队 夏侯渊 夏侯敦为第三队 于尽 离点为第四队 曹自领朱将为第五队 每队各引兵十万 幽令徐楚 为哲冲将军 引兵三千为先锋 选定建安市三年秋 七月秉武日出师 大中大夫孔荣建约 刘备 刘表皆汉氏宗亲 不可轻罚 孙权虎居六郡 且有大将之险 一不一去 金丞相行此无异之师 孔是天下之望 曹怒曰 刘备 刘表 孙权皆匿命之臣 岂容不讨 遂赤退孔荣 下令 如有再见者必斩 孔荣出府 仰天探约 以智不仁 乏智人 安得不败乎 时遇使大夫西律 加克文此言 保之西律 律常被孔荣捂慢 心正恨之 乃以此言入告曹操 且曰 荣平日 每每下午成相 又与你横相善 横赞荣约 众你不死 荣赞荣约 言回复生 向着你横之辱丞相 乃容使之眼 曹大怒 遂命廷尉捕捉孔荣 荣有二子 年尚佑 十方在家 对作一起 左右吉报曰 尊君被廷尉之去 将斩矣 二公子和不吉弊 二子曰 破朝之下 安有晚晚乎 言为以 廷尉又止 尽收荣家小兵二子 皆斩之 吼令荣师于事 荣赞之习服侍而哭 曹文之 大怒 欲杀之 寻欲曰 欲文之习常见荣约 公刚之太过 乃取货之道 金荣死而来哭 乃亦人言 不可杀 操乃止 习收荣父子失手 接葬之 后人有诗赞孔荣约 孔荣居北海 豪气贯长红 坐上客长满 尊忠久不空 文章惊世俗 谈笑五王公 识笔包中职 存官家大众 曹操既杀孔荣 传令五队军马 次第起行 只留巡御等守许昌 却说 荣诸刘表病重 使人请玄德来托孤 玄德引官 张志荣诸见刘表 表远 我病已入膏肓 不久便死已 特托孤于贤帝 我子无才 恐不能成父业 我死之后 贤帝可自领荣州 玄德气败曰 被当竭力 一副贤职 安敢有他一呼 正说间 人报曹操自统大兵制 玄德急刺刘表 星夜回心眼 刘表病重闻此信 吃惊不小 商议写一嘱 令玄德辅佐 张志刘其为荆州之主 蔡夫人闻之大怒 关上内门 石蔡茂 张允二人 拔住外门 石刘其在江夏 知父病危 来至荆州探病 方到外门 蔡茂当咒约 公子奉复命 镇守江夏 其人至重 金善离之首 躺东无兵制 如之奈何 若入见主公 主公毕生称怒 并将转增 非笑也 一速回 刘其立于门外 大哭一场 上马仍回江夏 刘表病是危毒 望刘其不来 至八月雾身日 大叫树生而死 后人有试探刘表月 西文元氏居和朔 又见刘军罢汉阳 总未聘臣至加累 可怜不久尽消亡 刘表即死 蔡夫人与蔡茂 张允商议 假写遗嘱 令赐子刘从为京朱之主 然后举爱报丧 时留从年方十四岁 颇聪明 乃聚众言曰 吴父弃士 吴兄献在江夏 更有叔父玄德在心也 如等立我为主 躺兄与叔兴兵问罪 如何解释 众官未及对 目官礼归答曰 公子之言甚善 今可击发哀书至江夏 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 就命玄德一同理事 北可以敌曹操 难可以聚孙权 此万全之侧也 蔡某斥曰 辱何人 敢乱言以逆主公一命 李归大骂曰 辱内外彭某 假成一命 费长利友 眼见惊 向九郡 送于蔡氏之手 雇主有灵 必当己辱 蔡某大怒 和令左右推出斩之 李归致死 大骂不绝 于是蔡某岁里留从为主 蔡氏宗祖 分领荆州之兵 命之中邓义 别嫁留先守荆州 蔡夫人自与刘从 前赴襄阳驻扎 以防刘其 刘备 就葬刘表之关于 襄阳城东 汉阳之源 竟不复告刘其与宣德 刘从至襄阳 方才献马 呼报曹操 引大军 竟往襄阳而来 从大京 遂情宽悦 蔡茂等商议 东曹怨父训 禁言曰 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 经大公子在江下 玄德在心眼 我皆未往报丧 若比兴兵问罪 经 相威已 驯有一计 可是经 相知民 安如泰山 又可保全主公明觉 从曰 即将安戳 选曰 不如将经 相九郡 献与曹操 曹比仲代主公也 从斥曰 是何言也 孤树先君之姬夜 坐上未闻 岂可便弃之他人 快阅曰 赴公替之言 是也 夫逆顺有大体 强帅有定士 仅曹操南征北讨 以朝廷为名 主公拒之 其名不顺 且主公心力 外患为宁 内忧将作 经 相知民 温曹兵治 未战而胆先寒 安能与之敌哉 从曰 诸公善言 非我不从 但以先君之夜 一旦弃予他人 恐一笑于天下而 言为以 一人昂然而尽曰 赴公平 快一睹之言甚善 何不从之 众事之 乃山阳高平人 姓王名灿 自仲宣 灿容貌瘦弱 身材短小 又使网见中郎菜用 石庸高棚满座 文灿之 道律迎之 宾客皆经曰 灿中郎 何读 敬此小子爷 雍曰 此则有一才 无不如也 灿博文强计 人皆不及 常官道旁悲闻一过 便能寄送 官人一齐 齐局乱 灿腹为百出 不差一字 忧善算数 齐闻辞妙诀一时 年时期 辟为皇门侍郎 不救 后因避乱至京 相 刘表以为上宾 当日为刘从曰 将军赐料 比曹公何辱 从曰 不如也 灿曰 曹公兵强将勇 足智多谋 秦吕不渝下批 崔元绍于官渡 逐流被渝拢忧 或无还于白灯 消除荡定者 不可圣计 既以大军南下京 相 是南弟弟 父 快二军之谋 乃长侧眼 将军不可迟疑 置身后悔 从曰 先生见叫急事 但须禀告母亲知道 但见蔡夫人从平后转出 为从曰 既是仲宣 公替 异渡三人所见相同 何必告我 于是刘从一决 便写详书 领宋忠前的往曹操军前投献 宋忠领命 直至晚成 接着曹操 献上详书 曹大喜 重赏宋忠 吩咐叫刘从出城迎接 便祝他勇为荆州之主 宋忠拜祠曹操 取路回京 向他 将遇渡江 忽见一只人马到来 是知 乃观云长也 宋忠回避不迭 被云长换住 续问荆州之事 忠初始隐晦 后被云长盘问不过 只得将前后事情 以时告 云长大惊 随周宋忠至心也 见玄德被言其事 玄德闻之大哭 张飞曰 事已如此 可先斩宋忠 随起兵渡江 躲了襄阳 杀了蔡氏 刘从 然后与曹操交战 玄德曰 你且坚口 我自有斟酌 乃至宋忠曰 你知众人做事 何不早来报我 心虽斩辱 无异于事 可诉去 终拜谢 抱头鼠窜而去 玄德正忧闷奸 呼抱公子 刘其 差一级到来 玄德 赶一级昔日相救之恩 降机迎之 再三称谢 即曰 大公子在江下 闻荆州一顾 蔡夫人与蔡茂 等商议 不来报丧 敬礼 刘从为主 公子差人往襄阳探听 会说事实 恐使君不知 可差某集 挨书成报 并求使君 尽起麾下精兵 捅往襄阳问罪 玄德看书币 为一级愿 鸡脖指之刘从建立 更不知刘从已将经 相九郡 陷于曹操矣 吉大经曰 使君从何之之 玄德巨言拿获送中之事 吉曰 若如此 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命 前赴襄阳 又刘从出营 就便秦下 诸其党类 则荆州 属使君矣 孔明曰 姬脖之言是言 主公可从之 玄德垂立曰 吾兄临危托孤于我 今若执其子 而夺其地 一日死于九泉之下 和面目覆见无凶呼 孔明曰 如不行此事 今曹兵已至晚成 何以拒敌 玄德曰 不如走凡城已避之 盛商议间 探马非报曹兵已到搏望了 玄德慌忙 发复一级回江夏整顿军马 一面于孔明商议拒敌之际 孔明曰 助公且宽心 前番一把火 少了下猴顿大半人马 秦番曹军又来 必教他种这条鸡 我等在心也住不得了 不如早到樊城去 便拆人四门张榜 小玉军民 吾问老幽男女 愿从者 急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 不可自无 刹孙甘往河边调拨船只 救济百姓 拆弥竹护送各官家眷到樊城 一面去诸将听令 先叫云长 隐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 各带不带 多装沙土 扼住白河之水 至来日三更后 只听下流头人汉马斯 汲取其不带 放水淹汁 却顺水沙江下来接应 又换张飞 隐一千军去柏陵渡口埋伏 此处水势最慢 曹军被淹 必从此逃难 可便成是沙来接应 又换赵云 隐军三千 分为四队 自领一队 扶于东门外 其三队 分扶西南北三门 去先于城内人家屋上 多藏硫磺 燕霄 引火之物 曹军入城 必安心民房 来日黄昏后 必有大风 但看风起 便令西南 北三门 扶军尽将火箭 射入城去 带城中火势大作 却于城外 呐喊诸威 只留东门 放他出走 辱却于东门外 从后及知 天明会和官 张二将收军回返城 在令弥坊 流风二人 逮二千军 一半红旗 一半青旗 去心也城外三十里 却为颇险囤住 一见曹军道 红旗军走在左 青旗军走在右 他心一逼不敢追 辱二人 却去分头埋伏 直望城中火起 便可追杀败兵 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 孔明分波已定 乃宇玄德登高料望 之后结音 却说曹仁 曹红引军十万为前队 前面已有徐楚 引三千铁甲军开路 浩浩荡荡 杀半新夜来 知五排十分 来到却为坡 望见坡前 移簇人马 近打青 红旗号 徐楚催军向前 流风 敌防分为四队 青 红旗各归左右 徐楚论马 叫 且修进 前面必有伏兵 火兵只在此处住下 徐楚意骑马 飞报前队曹仁 曹仁曹仁曰 此事宜兵 必无埋伏 可肃静兵 我当催君济致 徐楚赴毁颇前 提兵杀入 这临下追寻时 不见一人 时日已坠西 徐楚方欲前进 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泪 抬头看时 只见山顶上一蹴起 其从中两把散盖 左旋德 又恐名 二人对坐饮酒 徐楚大怒 引军寻路上山 山上泪目炮石 打江下来 不能前进 游文山后 喊声大震 欲寻路厮杀 天色已晚 曹仁领兵报 叫且夺心也成些马 军事制程下石 只见四门大开 曹兵突入 并无阻挡 城中已不见一人 竟是一座空城了 曹红曰 此事是孤继穷 故竟带百姓逃窜去了 火军权且在城安歇 来日平民进兵 此时各军走伐都已饥饿 接去毒防造犯 曹仁 曹红就在崖内安歇 出庚以后 狂风大作 守门军事 飞报火起 曹仁曰 此闭军事造犯不小心 一路之火 不可自禁 说游为了 接连几次飞报 西 南 北三门接火起 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 满线火起 上下通红 事业之火 更胜前日不忘烧屯之火 后人有时探约 尖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汉川 风伯怒临心也现 祝荣飞下燕摩天 曹仁引众将突然冒火 寻路奔走 闻说东门无火 急急奔出东门 军事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 曹仁等方才拓得火恶 背后一声喊起 赵云引军赶来混战 拜军各逃性命 谁肯回身厮杀 正奔走间 弥方引一军制 又冲杀一阵 曹仁大败 夺路而走 刘风又引一军截杀一阵 到四更时分 人困马乏 军事大半焦头烂额 奔至白河边 洗得河水不甚深 人马都下河吃水 人乡喧嚷 马尽思鸣 却说云场在上流 用布袋恶珠喝水 黄昏时分 望见心也火起 这四更 呼听的下流头人 与马斯 急令军事一起撤起布袋 水势逃天 望下流冲去 曹军人马俊逆于水中 死者极多 曹仁引众将 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 行到柏陵渡口 只听喊声大起 义军拦路 当仙大将 耐张飞也 大叫 曹贼快来纳命 曹军大惊 正是城内才看红艳图 水边又遇黑风来 为之曹仁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 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领导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请不吝啬的 感谢观看